香港的主要两家电力公司的其中一间中店在日前宣布 将会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电费上涨3.9% 另外在几天前香港的出租车也是宣布加价 另外还有在上个月香港的酒吧也是宣布会申请加价4.3%左右 一时间仿佛香港是进入到了一个加价季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何老师何教授 那到底这个加价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是否还是因为通货膨胀 是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现在基本上是钞票比较多过现在市场上的需求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就是一定要发生的 香港的通货膨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香港本地的物价上涨 另一方面香港港币对人民币下跌 因此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对香港人的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原来在十年前我到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香港币对人民币是1比1.2几 那么现在1比7.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30%的消费能力 就是到中国大陆的消费能力被下降 那么在香港本地因为地产的上升 股市现在比较活跃 股市的走势还不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就比较多了 资金一多的话对市场的压力当然就大了 当然还有一些原材料的柜 工人需要加工资等等 那么像酒吧的问题 酒吧的工人其实罢工过好几次 要求就是根据通货膨胀加工资 那么他加了工资之后 酒吧的比如说巴士的他营运的费用就高 营运费用高他就希望能够增加收费 那么加价 那么像这个低日司机也是这样子 他们的生活水平处于什么情况呢 他比如说他租房子 房价高了 那么他的相应他的这个生活水平就下降 他就要求加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平衡 他的这个生活水平的上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形成一个稍微有恶性的情况 就是你要求加工资 那么那边就开始涨价 那边涨价呢这边又需要加工资 这个劳动成本和这个其他的运输成本 等等都上涨 那么通货膨胀是有时候不是一个特别坏的现象 就是说通货膨胀说明你的市场还是有活力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说明你这个经济还是在发展 当然有通货膨胀坏的时候 像有些在非洲国家 或者是拉美国家 曾经巴西有段时间 他的通货膨胀到什么 百分之三千 就是你一块钱马上就不值钱了 很快 那你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通货膨胀的程度是怎么样 还是比较缓和的 就是根据这个统计处的 就是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官方的发布呢 这个通货膨胀率呢 在过去几个月 和今年的平均呢是4.3% 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4%了 就4.3%的这个涨幅呢 应该还算是不是太夸张的 但这个对这个高等收入的人来说呢 这点收入这点上涨不是太大问题 但是对低收入的人群来讲的话呢 4.3%的上涨的话呢 对他们的压力很大 尤其是交通工具电费 像这些民生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预算里头 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就是他自己家庭支出啊 比如交通费用 他要到 比如说从新界到这个港岛上班的话 那一次的交通费用就好几十块钱 他们每天的这个收入都是有数的 像这个吃穿住行 住行这两个方面 就是老百姓所关心可能最重要的 住行还有店 对还有店 这个这三方面面是比较重要的 香港有个好处 稍微有个好处 就是他的吃的东西相对来说 甚至和中国大陆的某些城市相比的话呢 他也不是太贵 就吃的方面 但有时候遇见什么天灾啊 或者遇见有些什么毒食品啊 这个香港的这个价格会上涨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 那宿舍价格就上涨20% 那么这个上涨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是他也会谈不下来 但是在住行方面跟其他地区 跟其他国家比香港的这个费用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香港的费用住在全世界是排到前几位贵的了 是的 就是在香港买一栋 中国也不便宜 这个在香港买一栋房子 在美国要买几栋别墅 就是买一层楼的房子 要在香港买 美国买几栋别墅 就是买一个很小的房子 就是买一个很小的房子 比如说我住的房子 我住的房子稍微大一些了 就是我住的房子 要在美国的话呢 起码可以买两栋一百万的别墅 对 那么这个 那么你这样看起来 香港人就是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成果是高的 因为它各方面的这个基数的这个消费都很高 所以任何一点加价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因此这一次就是立法会 还有这个香港的市民进行抗议 比如说中电加价3.9% 那么这个港灯还要加价 而这两间公司都赚钱的 港灯按照有些学者的计算的话呢 它应该是不仅可以不加价 它现在宣布不加价 它冻结 未来的五年之内 它冻结 它冻结 它冻结加价 但是按照实际算下来的话呢 它应该减价百分之四点几 就是它的盈利啊 因为香港的公民营市也是这样子的 它和政府有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就是说你的盈利只能到多少 这个多了之后你要退还给市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盈利有一部分是保留到你的发展基金 和盈利基金里面去 但是港灯这一次做的呢 就是把它相当一部分 这个它盈利的东西呢 拨到了它的盈利基金里面去 那么这就留下来不反 不反给市民了 那么这个有些学者就说 你要保持一定的盈利基金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做得太多 而且在中电在以前也做过这个事情 它把这个 它有两部分基金 盈利基金和发展基金 它有时候盈利多了 它把这个盈利多的那部分呢 放到它发展基金里面去 那么留下来这个 还是在它自己的这个 还在它自己的口袋里 那么市民呢就没得到好处 不要小看这些电费交通费 对于深斗市民来说 这是很大的开支的 是 而且3.9%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也不算太低了 不算太低 而且加上这个计程车的这个费用上涨的话呢 这个市民们又反感就是可以理解 其实它 就是这样的